烈火英雄眼下正在热映当中 影片当中黄晓明 饰演一位消防中队队长 他的卖力演出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前在接受我们栏目独家专访时 他透露 为了更好地诠释这一角色 他在表演当中 进行了变身三部曲 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黄晓明 保证完成任务 我非常荣幸可以演 消防员这样一个角色 我希望大家忘掉我 记住他们 我真的不跟您开玩笑 这个是真事 我有一场戏 造型师过的穿着那只衣服 我觉得有点太好了 然后我现场 从我的男的助理身上 现扒了一件衣服 穿上就拍了 因为他以前是当兵的 所以我就从他身上 现扒下了一件 一件穿上 现在您为了更让人物 更饱满 自己又往里面加了两句台词 是不是 对 一句是 别人都是过节 消防员是过关 还有一句是 就当他进入到火场之后 马卫国问说 你现在最想的事 你想什么呢 我就想活着出去 见我老婆孩子 其实这两句词 是有真实实力的 它是完全来源于 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 那个消防指挥 是他告诉我的 他说 真的是 当所有人都在家里边 欢庆过年过节的时候 放鞭炮庆祝的时候 其实消防员是最紧张的时候 别人是过节 消防员是过关 你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 走吧 然后另外就是 当你真的进入到火场的时候 其实你想不了那么多 唯一想的就是 我要把火碰灭 我要完成任务 我要活着出去 见我老婆孩子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两句台词 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 除了对人物的着力刻画 影片在场景设置上面 也尽力还原 除了一比一建造了油罐区 导演现场要求真放火 而黄晓明还主动要求加料 我跟鞭炮老板 你要给我钱 大家一起 我要一比一 我需要我真实的产地 我们真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 哇 油罐这么大 这里边不会真的有石 真的有油吧 因为要真点嘛 后来我们拍摄的时候 我发现 导演是为了尽量还原效果 也让我们有那种真实感 它是真放火 整个油罐是真放火 有一些戏 因为要表现 我们在火场当中 身上有时候裤管 或者手臂要着火 对 然后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尽量大火一点 大一点 导演怕危险 怕烧到 我说没事 我说如果你不点我的话 我没有那个感受 我可能演出来的东西 会有点假 但如果身上真的着火的时候 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我们再拍一些 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个电影上 真实身上着火的时候 是真的在身上点火 其实是挺辛苦的 这个戏 但是再辛苦 也只是演戏 不如我们的消防员辛苦 就他们面对着那么大的火 往里冲的时候 那得是怎样的一种 不畏牺牲的这种心态 所以真的是特别让人敬畏 救人啊 就继续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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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